房屋漏水了 床单全湿了 这今晚怎么睡呀 昨天雨量的话 按气象去报复来的 大概达到200多毫米 因为房屋进水了 就消防那边的话 转移被困人员大概37了 没有人失联或者受伤吗 上次没有接到这个情况 昨天晚上那个房屋办 就有发文件要求那个 就是各个成员单位 要加强那个值班值守 就是关注气象预级 然后及时小厂干部 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 这各个片机现在还在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